观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法国华人卫视 环宇天下 法国解封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 周三餐厅咖啡馆的露台部分就可以开放营业了 每张桌子最多可以容纳六个客人 顾客也只能在用餐期间才可以摘掉口罩 那尽管周三的天气非常糟糕 阴晴不定 时而艳阳高照 时而大雨滂沱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民众享受露台的心情 伴着自由的空气 吃下的每一口食物似乎都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尽管天气反复无常 但在关闭了六个月之后 露台电影院 博物馆 商店和大部分休闲场所 终于在5月19号 星期三开放了 这标志着法国解封 正式进入第二阶段 重新开放 伴随着严格的卫生规范 电影院和剧院将只开放35%的面积 每位顾客8平方米的规则适用于商店 在餐厅和咖啡馆的露台上 顾客只有在用餐的时候才可以摘下口罩 每张桌子最多只能容纳6人 露台的最大容量设置为餐厅总接待量的50% 大家好 今天是5月19号 是法国解封第二阶段的第一天 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 法国的所有的酒吧还有餐馆的露台都开放了 那么唯一的遗憾就是天气时好时坏 非常开心 我们终于可以出门吃饭了 真是太棒了 我点了一张披萨 我想念这个味道 我们太久没有在这种气氛下吃饭了 因为在办公室里或家里吃饭 气氛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地点不一样 味道也变得不同了 我们非常开心能够找回曾经的生活节奏呀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我们就在这个社区居住 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 这类似于一种新鲜的空气 这是我们重回正常生活的时刻 我们非常开心能接待这些顾客 我们分别太久了 十分想念他们 我们关门了七个月 现在我们找回了生活的乐趣 生活还在继续 我没有辞退任何一个员工 所有人都还在这继续工作 一开始他们可能并不适应 不过没关系 我们慢慢找回节奏 过个五分钟 十分钟 一切都顺利了 顾客开心 我们也开心 所有人都很开心 我今天非常开心 重新开放餐厅是合理的 因为关门太久了 尽管天气不好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 有些老顾客已经来过了 有些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我很有信心 目前法国的疫苗接种运动继续进行 5月15号星期六 法国接种手机疫苗的人 已经超过了2000万的标准 尽管如此 流行病学家依然呼吁保持谨慎 以避免流行病反弹 他们强调了继续保持 卫生防护措施的重要性 从19号开始 宵禁被推迟到晚上9点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6月9号宵禁时间将会进一步 推后到23点 之后在6月30号 法国实现全面解封 尽管现在的天气依然寒冷 但是夏天即将到来 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面对旅游旺季 欧盟成员国一致决定 要对第三国旅客 有条件的开放边境 在注射完疫苗的情况下 旅客可以自由的进入欧洲 不用隔离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清单 共有7个国家上榜 对于中国旅客 欧盟还在等待中国的对等措施 截至巴黎时间5月20号 中午12点的最新数据 法国24小时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9,050例 新增死亡病例141例 新增重症患者168例 重症病房使用率为76% 关于夏季旅游旺季 临近时必要的措施 欧盟会员国一致决定 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边界 5月19号星期三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将以获得足够计量欧盟认证疫苗的 第三国旅客授权进入欧盟 欧盟于2020年3月 关闭了非必要旅行的境外边界 并从6月开始 对第三国建立了简短的清单 且定期进行修订 来自这些清单上的国家的居民 无论是否接种了疫苗 都可以进入欧盟 欧盟成员国代表 还与周三同意考虑放宽 起草该清单的病毒发生率的标准 发病率从25例放宽到75例 该名单目前有7个国家 澳大利亚 以色列 新西兰 卢旺达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以及有待对等措施的中国 这份清单有望继续加长 同时欧盟会员国已经同意 建立协调一致的紧急情况机制 以在因变种病毒的出现 而使卫生状况恶化的情况下 迅速终止来自第三国旅客的入境 随着疫情逐渐放缓 疫苗的注射工作有序推进 什么时候可以摘掉口罩的问题 再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美国已经明确注射完两剂疫苗的民众 可以摘掉口罩 那么法国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法国卫生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 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遵守 卫生防护规定 但是他期待今年夏天度假的时候 人们可以摘掉口罩晒太阳 截至巴黎时间5月18号中午12点的最新数据 法国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50例 新增死亡病例196例 新增重症患者204例 重症病房使用率为83% 法国卫生部长于5月17号星期一 在BFM电视台上发表了讲话 在采访中他讲到户外佩戴口罩的问题 如果流行病的数量继续下降 可以修改相关的措施 法国卫生部长奥利维尔威兰 在解封第一阶段就曾被问及口罩的问题 在解除限制的第二阶段前夕 他再次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 即使最近法国的天气不是很好 但许多法国人仍然希望在今年夏天到户外活动 尤其是在海滩上晒太阳度假 卫生部长已经意识到 如果仍然强制佩戴口罩 再加上疫苗接种 在户外活动的风险是大大降低的 据他说 法国应该很快可以取消所有卫生限制措施 在病毒传播方面 这一数字令人鼓舞 感染指数在持续降低 首次突破了100 奥利维尔威兰说 今年夏天我们不会要求法国人 在沙滩上或躺椅上依然佩戴口罩 如果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中 如沙滩 高山 森林 公园 荒凉的街道那样的通风良好的地方 健康风险是非常低的 对于能否摘掉口罩 法国民众有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做对于那些还没有注射疫苗的人不太谨慎 因为根据医学研究 即使注射了疫苗 我们也可能会携带新冠病毒 也有可能让身边的人感染 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注射了疫苗 而且我们也没有彻底控制住疫情 尽管美国已经明确接种疫苗之后可以摘掉口罩 但是对此法国民众仍然持谨慎态度 即使目前疫苗注射进度令人满意 但是法国距离全民免疫还有一段距离 欧视TV巴黎报道 日本新冠疫情的反弹趋势依然在持续 但是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尽管此前东京奥委会已经宣布 为了将病毒传播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届奥运会不向观众开放 但是民众对此却并不买仗 反对奥运会的声音愈发高涨 最近日本东京医师协会举行了示威游行 呼吁取消东京奥运会 避免让接近枯竭的医疗资源雪上加霜 近日日本新冠疫情依旧蔓延 病毒感染率上升 眼下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还剩不到三个月 日本政府依旧坚持举办奥运会 对此由6000位医生构成的日本东京医师协会 呼吁取消即将在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理由是担心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该协会于14号向日本首相菅义伟 递交了一份公开信 信中称 我们前列要求日本政府说服国际奥运会 使其认识到正常举办奥运会是很艰难的 并得到取消奥运会的许可 该协会同时表示 目前医院单是应对新冠病毒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几乎没有多余的能力去处理其他事情 日本民众担心举办奥运会会几弹 原本就不充足的医疗资源 对此该医师协会指出 夏季即将来临 医院还将增加治疗中暑的热衰竭病人的额外负担 该协会称 假使奥运会导致日本国内死亡人数增加 那么日本自己将承担最大的责任 近期日本新冠肺炎感染率上升 引发了民众的恐慌 尤其是在东京部分地区 医院还面临医务工作者人手不足 和医院床位短缺的情况 因此日本政府宣布 将东京和其余八个县的紧急状态 进一步延长至5月31号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国际图片新闻 当地时间5月20号 加沙 一名在以色列袭击中失去房屋的巴勒斯坦妇女 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一所学校里 诞下了自己的孩子 当地时间5月18号 英国伦敦 英国威廉王子接种新冠疫苗 英国威廉王子20号透露 他已经接受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此前于2020年 威廉王子曾感染过新冠病毒 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0号 表决通过一项19亿美元 约合15亿欧元的法案 用于加强国会安保措施 当地时间5月20号 印度孟买 受到热带气旋陶特影响 当地一个大型疫苗中心受损 当地时间5月20号 马来西亚雪兰高港 民众在一个体育馆中接种新冠疫苗 当天 马来西亚卫生部通报称 截至当天中午12点 该国过去24小时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806例 新增死亡病例59例 这两个数字均创下马来西亚疫情单日最高记录 当地时间5月20号消息 欧洲航天局19号表示 一块巨大的冰块 从南极州的冰洞边缘脱落 落入威德尔海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漂浮冰山 这座冰山比西班牙马略卡岛还大 约有美国纽约市的4倍大 当地时间5月20号 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的达里尼村 发生了大规模火灾 导致28栋民宅被烧毁 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当地政府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5月19号 德国法兰克福发现一枚巨型二战导弹 25000人被紧急疏散 报道称 在准备引爆该导弹之前 多辆卡车载着泥土盖住了炸弹 当地时间5月20号 英国利物浦 由雕塑家和艺术家彼得沃克 创作的和平歌艺术品 在教堂内展示 这件艺术品由15000多只纸鸽子悬挂而成 教堂邀请游客 当地学生和社区团体 在纸鸽上写下和平 希望和友爱的信息 当地时间5月19号 西班牙修达 越境者杜海从摩洛哥 抵达西班牙菲利修达 西班牙官员表示 这些非法移民包括大约1500名未成年人 有的从潜水区越界游过来 有的在退潮时走过来 当地时间5月18号消息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已告知特朗普集团 对该公司的调查 不再仅限于民事范畴 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 正在与曼哈顿检察院合作 积极调查特朗普集团的 刑事犯罪问题 但目前尚未对调查的具体细节 透露更多信息 以上就是本期 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 法国华人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法国华人卫视的 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